前面几讲呢我们介绍了逆阵 矩阵满足什么条件可逆以及逆矩阵的求法 这一讲呢我们介绍一个新的矩阵 分框矩阵同时再介绍求逆矩阵的公式 分框矩阵定义 我先给一个矩阵 然后呢我在这个矩阵当中啊 加几条横线竖线 我加几条横线竖线之后 就把矩阵分成了这个小块 我把这一小块当一个元素 再写成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我就把它叫做分框矩阵 你有不同的这个划分方法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分框矩阵 这个分框矩阵呢 直观上说就是它的元素 就是分框矩阵里头的这个元素也是矩阵 当然特殊的情况下 它有的时候也是数 比如说你按这种分法 这个A21就是A31就是一个数了 这是分框矩阵的概念 具体的定义是这样讲 将矩阵用若干纵横直线 分成若干个小块 每一小块称为矩阵的子块或子阵 以子块为元素形成的矩阵 称为分框矩阵 当然一般我们也不是随便画的 是根据这个题目的需要 具体问题具体画法 分框矩阵的线性运算 指的是加法和竖成 分框矩阵的乘法运算 我在后头打了个标题 就是符合乘法的要求 这个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 所谓符合乘法的要求 就是第一个矩阵的列数 要等于第二个矩阵的行数 这是你大的能成 因为你现在是分框矩阵 你里头的元素也是小块的矩阵 你还要保证小块的矩阵 也能够做乘法 所以我就不具体的去说了 因为这个东西要具体的去说呢 说起来很啰嗦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说的不严格呢 还会有就是给你留下不好的 凑的印象 所以我就说了符合乘法的要求 你具体的去做的时候 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了 转质运算 转质运算要大块小块一起转 大块小块一起转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是一个分框矩阵 我要做这个矩阵的转质 所谓大块转就是行便利 小块转就是每一个小块 也要做转质 只有这个样才是做了A的转质 关于分框矩阵呢 一般的分框矩阵我们不感兴趣 我们感兴趣的是几类特殊的分框矩阵 这几类特殊的分框矩阵呢 有助于我们简化矩阵运算 第一个准对角阵 其中主调线上的每一个小块都是方阵 这些方阵的阶数可以不同 比如说它是R1阶的 它是R2阶的 它是RS阶的 阶数可以不同 但都是方阵 这样一个矩阵我们把它叫做准对角阵 或者分框对角阵 关于这个矩阵 我们结论是两个分框对角阵 小块对应的小块是同阶方阵 就是A1和B1是同阶的 A2和B2是同阶的 AS和BS是同阶的 那么我就有运算规律 加减 竖乘 乘法 这些都很简单 我就不很详细的去说了 然后转至方密 行列式 这个行列式的证明 你可以先证明只有两块的 比如说A等于A1和A2 你证明这个后头你就推下来了 有了这个公式之后 我们马上就有这个结论了 A可逆的充分比较条件 是每一个小块都可逆 因为A可逆的充分比较条件 是行列式不等于0 而A的行列式 等于小块行列式的成绩 就得到了 最重要的是我后头这个公式 当A可逆的时候 A的逆就等于这个 这个呢 就是你这样想 假如这个A1、A2、AS 不是小块方阵 是竖的话 我们得到的就是对角阵 对角阵的逆就是这个 所以这实际上准对角阵的逆 是对对角阵逆的一种推广 当它是小块的时候 这个也成立 这个公式的证明很简单 你就拿这个矩阵和A去做成法 成完了等于单位阵就行了 它的质等于小块质的和 牢记这些公式 举一个例子 求A的行列式质即逆 一般人家给你出题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给你A 要不要分框 是你自己做决定的 那么这个题我们看一下呢 我肯定给它分框 我就把这个矩阵分成了准对角阵 行列式就等于两个小块 行列式的成级 第一小块的行列式是1 第二个是3 所以整个的行列式的值就是3 行列式等于3了 不等于0 所以它的质就出来了 满质矩阵 我们做它的逆 逆代公式是这个 先做它的逆 我说这个口算就可以 行列式的值是几啊 1 然后做A星 这两个相同就不用交换了 所以只要加一负号就行了 这个行列式的值是3 所以你要除一个三分之一 是吧 这就是逆 其实做这个的时候呢 你只需口算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这个公式 这是个四阶方针 一般我们建议你 就是对三阶以上的方针 都建议你用初等变换法去做 那你想 你这写16个数 你下面还要写上1 又写16个数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这个公式提供了 求逆阵的一种非常简便的方法 第二个分跨矩阵 分跨三角阵 分跨上三角 或者是准上三角 行列式 等于这个行列式的成绩 可逆 其实一有了这个公式 马上就知道了 它可逆的充分比较的条件是 AIR都可逆 在这种情况下 我给一个逆阵的公式 A是可逆的 我说A逆就是它 你读读它 A11的逆 A22的逆 这边是负的A11的逆 称A12称A22的逆 你好好的读读 看看能不能读出感觉来 这个叫做分块下三角 结论是一样的 它的行列式也等于它 它可逆的充分比较的条件 也是这个 在它可逆的时候 我们来写它的逆矩阵 如果你读懂了这个公式了 这个就写出来了 你可以自己先写一下 然后再和我对一下 看看你写的对不对 好 可能有同学问了 这个是可逆的 你怎么就得出来 这个公式的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公式我是求出来的 因为A是可逆的 我假设A逆是可逆的 而且我爸A逆也做分块 我的分块保证 保证和A逆的分块 有一个一致性 就是它两个能做乘法 然后A乘A逆 应该等于 我先给它乘出来 乘完了 它应该等于单位阵 那么这样 我就得到了四个等式 第一个 我先来做这个 A22 X22 等于1 A22 X22 等于1 马上就知道了 X22 是A22 的逆 然后我再来做这个 A22 X21 等于0 A22 是可逆的 我在等式两端 从左边 乘上 A22 的逆 这边乘A22 的逆 就剩下 X21 这边 乘完了 还是0 所以 X21 是0 然后 我就做这个吧 因为 X21 是0了 X21 是0 这下没有了 那就是 A11 X11 等于单位阵 就马上得到了 X11 是A11 的逆 最后我来解这个 我现在就要从这个等式里头 把X12 做出来 我先给它一项 A11 X12 等于负的A12 X22 X22 已经求出来了 带进来 然后 我再把A11 给它 就是两边 做成一个A11的逆 也就是这样 我把它写一下 我们先一项得到 这个呢 是A22的逆 我就可以给它换成 然后 我在这个等式两端 都做成一个A11的逆 A11逆 这个乘完了 等于单位阵 就没有了 是吧 我们就把它这个拿走了 然后呢 X12 等于负的这一项 就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公式呢 是算出来的 我刚才给大家算了这个 你要是愿意呢 你可以完全一样的 去算一下 这个矩阵的逆阵 也得到这个公式 你现在 我已经算了一遍了 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这个规律 记忆的规律 看它A11 A12 A22 对吧 你看 A11的逆 A22的逆 这边是负的 A11的逆 A12 A22的逆 其实你要记这个公式 最主要的就是记这一项 你再看它 它是负的A22的逆 A21 A11的逆 看出来了吗 记住规律了吗 其实这里头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计法 大家看 当这两个方阵的阶数 不相同的时候 这是个矩阵 不是方阵 比如说 它是二阶的 它是三阶的 那么它就是三乘二的 三乘二的 它左边必须是三阶的 右边必须是几阶的 二阶的 所以这个地方 你一般来说 如果A11和A22 不是同阶方阵 这个位置是不会放错的 你放错了 它不能相乘 当它是同阶方阵的时候 你得特别当心 别放错了 我来测试一下 你背过了吗 背过了吗 你自己摸一下就行了 是吧 很简单 希望你能发现 已经发现了它的规律 举个例子 求它的逆 看见怎么分了吗 你或者说你想 想出来怎么给它分块了吧 然后就是这个 我马上背上公式 大家注意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A11和A22是相同的 这个逆很简单 它的行列式是4 是吧 行列式的值是2得4是4 逆就出来了 所以我只需做一下 只需计算 这个东西 估计你口算不出来了 你得用笔做一下 最后这个逆就是它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分块三角阵 下面呢 我们再讲一个分块斜对角阵 M可逆的充分比较条件 是AB可逆 我这个就不再说了 然后我就让你猜一猜 它的逆等于什么 你可以大胆地猜 大胆地说 大不了就说错了 是吧 它的逆是这个 就导了一个顺序 本来是AB 现在是B逆 A逆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一样像刚才一样 你也可以求 你也可以 就说如果我给你了 你觉得不放心 你就给它验证一下 把它两个乘起来 看等不等于 单位阵就行了 举一个例子 也是将它分块 这个分块很简单 是吧 然后就写成了这个 A二阶方阵 B二阶方阵 它的行列式是1 这个行列式是3 所以B的逆 有一个分母 A的逆没有 这就是这个 在这个分块矩阵里头 我讲了三个特殊的分块矩阵 一个是分块对角阵 一个是分块三角阵 一个是分块斜对角阵 我们关心的比较多的是 这样矩阵的求逆 所以就希望大家先记住 这些分块矩阵的逆阵公式 然后呢 多做练习 这个练习呢 就是你要通过做练习 体会怎么样对矩阵进行分块 好 关于分块矩阵 我就讲到这 对矩阵公式 这些分块矩阵的